字成,我又要恭喜你,我一和你做节目就要恭喜你了 又有人公家 对上一次你见面我恭喜你什么 什么 恭喜你就是Google 恭喜你,我们的upview就在上面 被人封杀了 严慧水国和Google齐名 重视了上面,重视我们 今次又要恭喜你 因为一个传统媒体自杀 我觉得陆续有传统媒体自杀 于是培养了你们这些新兴媒体 给了机会 最近好像没有人财源 没有说有财源 遣散那些 这是商业电台 你有没有搞错 最近人家拿了几十万广告 半夜两点至六点 都拿了几十万广告 我们也呼吁一下 呼吁一下 民建联 这么多钱花 花在我们身上 我们开个节目给你 那对不对嘴型 大家要对嘴型 所以现在商业电台和民建联 就越来越对嘴型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因为半夜两点至六点 应该不是一些主流的观众听 这件事因为老徐是媒体出身的 我试试从一个媒体经营者的角度 去分解一下这个事件 不要说对与错 事实上以我所知 过去很多传统媒体 包括雜誌 主流署有些所谓的 当然有些媒体 接受有些媒体不接受 接受的就是说 当给了钱 你用一个 我叫做editorial的形式 去骗试读者 其实好像一篇报道 但是不接受那种媒体 包括以前小弟从事的 叫做一周刊 那时候就是说 我们一定不做 如果你要我做的话 我一定要括着广告 要令到那些读者知道 这是一个广告 读者也要很小心看 因为广告的两个字 在那篇文章的 可能是右上角 或者左上角 或者右下角 很小 只有两个字 罩下眼 它的编排 蝙蝠 很像一篇 都是有少少 叫做 误道的成分 但是以前老实说 现在的一周刊 我觉得 我相信它仍然是 用以前的原则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理念很简单 大家都叫在商言商 黎智英当时的理念就是说 他认为 只有公信力 才是可以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 如果你做媒体的时候 所以他说 《苹果日报》 头版也不买广告 头版不买广告有什么问题 是没有的 他就觉得 头版是一个最显要的位置 应该要来做新闻报导 所以连Evictorio 他也不可以接受 一定要被人明显地显示出 这是一个广告 我亦都知道 目前有些雜誌 甚至连封面都可以卖 一个人物专访 可以做封面 特别是商业雜誌 以商业电台来说 我记得那时候 我曾经在商业电台 主持戀封面的床的时候 那个阶段 我就知道 那时候是差不多 刚刚开始 有一个买时间的情况出现 特别是一些美容产品 这个买时间 多数是买一些 不是第一时间 特别是一些周末的时间 或者一些夜间的时间 没什么人听的时候 事实上是当时卖出来的 今次民建联 不是头一租 但是以往 这个瘦身 都没有那么大的反响 那民建联今次的形象 怎样都好 那些瘦身港局 你认为是吧 会不会好 你一语中的 很正义 所以我觉得 今次的问题 很可能就是 你卖时段给民建联 问题在民建联那里 如果你试试 你那个时段 卖给 可能 泛民派的那批 或者公民党 可能 声音没有那么大 政治不正确 在特区政府的角度来说 你政治不正确 所以 我也说了 老徐不是 首先在 这一集 不要跟你说是非对错 先跟你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 王永先生 下一集再说你 你是如不可及 今次这个决定 你为了几十万的短期利益 你放弃了一个什么呢 你的政治正确性 是影响到 别人对商台的公信力 那个看法 我想 闭一闭 究竟民建联的公信力 出自在哪里 你会觉得他会有问题呢 真是一字那么浅 民建联 大家都 潘小涛也说了 民建联在香港的维护政权利益 那个个案 将将在目 真是数都数不完 那种转态 为阿爷辩护 诸如此类 不是站在香港人的利益 所以你现在商业电台 开放频道给他 问题就是 我说 在商言商的时候 香港人就觉得 你是放弃你商业电台 过去这么多年 由林彬先生 大度以来的所谓 捍卫香港言论自由 当然 商业电台过去是不是这样 另一件事 但这是你的position 正如相话来说 可不可以说 商台平时平均看的观众 听众 基本上不是 民建联的涌等 是的 坦白说就是这样 他们应该要明白这件事 当然 事实上 民建联的涌等有多少 你试试上去网上搜索一下 如果你说 民建联涌等的时候 三几丁而已 真正正的那些 不是的 真正的涌等 是在维园 星期日早上很多的 有 那里有 我不是没有 我不是没有 但问题就是哪里 那些死下一个死下一个 80后90后那些 所谓新兴真是消费者的时候 你要知道黄炳先生 余真小姐 我现在跟你在商言商 我现在说 你这个决定是如不可及的原因 就是因为 你绝大部分的听众 是一群支持民主自由 而你将自己的电台 与民建联 我无论你说 你这个决策是一个商业决策 诸如此类 我就是说 你这个商业决策是错误的 嗯 还有 你今时今日呢 你知不知道 全世界现在变成一个什么世界呢 就是不是李嘉诚那个年代的了 李嘉诚的年代就是说 你赚到钱你就赢了 你赚到钱的企业 为这个shareholder 赚取最多的利润 就是赢了 现在不是的 现在是说 社会 社会那个 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你看到过去 你今次时代周刊 所选出来的 最具影响力的头一个人 叫做巴西的总统 所有这些 的迹象都显示给你看 就是我们整个世界美感标准 是改变了 现在大家要讲求就是说 赚钱之余 你也要有什么呢 公益 你也要有这个所谓 社会责任社会良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 我说商业电台 在自杀当中 所以就要恭喜你们 因为一个这么大的电台 自杀 就会令到新兴的媒体 冒起 所以我是否可以在这里 呼吁就是说 其他政党 社民联也好 民主党也好 有钱可以在我们那里 都公开 大家做节目 如果是令到收市率高 不收钱都可以考虑 都不是 我们是 applause 是的 好 好 小 感谢观看